东京奥运在传夹击了 安马王子李志凯出战男子安马决赛 在资格赛时拿下全场最高分 以排名第一之姿 强势挺进单上决赛 而这一次他更是把难度分数 提高到了6.7分 他流畅着大绝招汤马士回旋 还有最后完美落地 让他获得总分15.4的高分 虽然最后还是不敌英国两连霸的选手 惠特拉克 但也成功夺下银牌 他也成为中华体操史上 第一位奥运夺牌的选手 我们的安马王子李志凯 以资格赛排名第一之姿 挺进东奥男子安马决赛 19年来的苦练没有白费 一举就抢下银牌 面对抢敌李志凯拿出难度分数 6.7的套路来应战 大绝招汤马士回旋 专题打滚一位动作轻盈 一连串流创动作获得15.4的高分 虽然不敌英国二连霸的选手惠特拉克 但表现还是相当精彩 站上颁奖台 其实从李志凯决赛前的冲刺训练影片 就能看到整体动作非常流畅 稳稳的就是要夺牌 一早他也po文替自己信心喊话 写下最后一里路全力以赴 男子安马决赛一起为中华队加油 7月28号他在男子安马资格赛上 和日本爱尔兰选手同分晋级决赛 但顶着十十分扣分最少优势 决赛把难度分数从资格赛的6.4提高到6.7 一连串流畅完美的表现成功抢下银牌 也是台湾体操史上在奥运夺下的首面奖牌 李志凯的体操路上先后在台北市大运 亚加达亚运拿破里市大运等等 各大国际赛夺下金牌 这回虽然和冠军擦身而过 但凭着征战世界的大绝招汤马斯回旋 相信很快就能一元奥运金牌梦 东京奥运中华队又有奖牌进账了 男子职业高尔夫球好手潘正从 今天在最终回合集起直追 跟七位球员并列第三 那么依照赛事的规定进行了加赛 最后也漂亮拿下铜牌 那么这一是台湾在奥运高尔夫球赛项目当中 首度夺牌 台湾选手在东奥高尔夫球项目 传来夺同好消息 而且是精彩的逆转胜 旅美好手潘正从 周日在最终回合集起直追 从前三轮结束时的第十七名 一口气冲到第三 他在最终回合抓下六个Birdie 一只Eagle 没有吞下任何一个Boogie 搅出完美的六十三杆 并以四天低于标准十五杆的 两百六十九杆率先完赛 和其他六位选手一共七个人 并列第三 按照奥运规定进行加赛 潘正从完成今天大逆转成功摘童 你看到圆裁赛的时候 那时候感觉怎样 很刺激 很刺激 四分九接到很多恭喜的电话 这是干嘛的 好多人 今年三十岁的他十几岁 就在大赛中展露头角 是台湾三十二年来 首位站上美巡赛的选手 二零一三年六月 世界业余高球排名站上第一名 也是首位台湾选手达到这项成就 二零一六年参加里约奥运 以并列第三十名坐收 二零一九年四月 夺下生涯首座PGA冠军 也是第二位获得此殊荣的台湾选手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 第一次出战美国名人赛 到了今年东京奥运卷土重来 振奋人心的拿下铜牌 也是第一位在奥运高尔 肤球项目夺牌的台湾选手 好消息传为台湾举国振奋 中华代表队的奥运英雄榜 在天一人 记者综合报道 中华队羽球男双组合林洋佩 抢向了台湾奥运史上 首面羽球金牌 两个人透过视讯专访 他们也跟爸妈分享了这份喜悦 而在奥运上夺金 可以获得国光奖金两千万 李洋说他想要买一个 有电梯的房子来给爸妈住 而金门县政府打算 以林洋佩推出纪念酒 这也让李洋直呼真的好帅 王岐霖方面他则是坦言 第一次参加比赛 就可以夺下奖牌 真的让他觉得像是做梦一样 整个晚上没有办法闭上眼睛 他的爸爸也开心地笑说 这真的是他收过 最好的父亲节礼物 跨海视讯接受专访 第一次参赛就能夺金还是金牌 王岐霖说像梦一样好不真实 回想参赛过程印象最深的最难打的 就是八强对日本的比赛 而最难过的是第一场和印度的比赛 首站吞败和妈妈通电话时 还一度情绪崩溃 我最难过的一场应该是第一场 因为第一场打完印度输 我想说应该已经没什么救了 没机会了 然后其实那时候 当天打给我妈 就有点情绪崩溃 从小组赛插点出局最后摘金 整个过程宛如倒吃甘蔗 王岐霖的父亲说 孩子有这样的表现是他的骄傲 更是父亲节收到最好的礼物 奥运夺金将分别获得2000万的奖金 金门籍的李扬还可获得 金门县政府的奖金跟补助金 有想过怎么运用吗 还是希望可以买电梯大楼给爸妈 希望进一份孝心 希望能在我有能力的时候 能够为父母进一份孝心 台湾奥运史上首面羽球金牌 除了奖金金门县长也宣布 我将推出林阳配纪念酒 让李扬直呼好帅 我觉得纪念酒还蛮帅的 我自己觉得还蛮期待 我自己真的很期待 因为毕竟自己是金门人嘛 幸运之神真的降临在自己身上 李扬说觉得自己幸运又幸福 稍作休息之后 让自己冲个电将继续迎接 接下来的比赛 记者综合报道 李扬跟王麒麟 夺下奥运羽球男双金牌 一战成名 不过其实他们两个成军 才两年的时间 只短短两年就展现出绝佳默契 我们就来看到 王麒麟他先前的搭档 其实是陈红林 但是陈红林在2018年 开始萌生了退役的念头 而李扬方面 他接着也跟原本的搭档 李哲辉宣告拆伙了 因此林扬配就此诞生 由于两个人是国中同学 他们囚封又互补 就此一拍即合 2019年到现在 他们出征过各大小小的 国际赛事 再加上这一回东京奥运 两个人已经携手摘下了 八面金牌了 而他们的好感情 现在也被网友开玩笑 送坐堆 连金曲歌后都帮他们献唱 出发东京奥运前 羽球黄金搭档李扬和王麒麟 积极备战画面曝光 展现绝佳默契 很难想象 他们其实只合拍两年多 就成功在奥运一举夺金 王麒麟和李扬 虽然是国中同学 但过去分别效力不同球团 王麒麟之前的搭档是陈宏林 但陈宏林 2018年底 萌生退役念头 转任教练 李扬接着也和原本搭档 李哲辉宣告拆伙 因此林扬配 2019年正式诞生 两人合作后 一起出征国际各大赛事 包括西班牙大师赛 年终赛 泰国公开赛等 加上这回东京奥运 他们已经携手摘下八面金牌 球风合拍又是同学 两人一拍即合 好感情也被网友送作堆 我要好好的祝福 李扬跟王麒麟 今天晚上在2020的 冬奥上面 奥运会上面得到了 羽球的男子的双打金牌 还有人帮这对林扬CP点歌 金曲歌后 彭家慧也应粉丝要求 现唱《走在红毯那一天》 走在红毯那一天 梦想摆上的脸 共有网友二稿 在李扬的维基百科填上 配偶王麒麟 甚至有人PO出林扬配合照 问金牌是不是该结婚了 但李扬害羞回答 自己其实有女朋友了 一连串的歪楼 连本人都哭笑不得 昔日同窗 只用不到三年时间 就攜手站上体坛之巅 而且这块金牌含金量还很高 未来表现备受瞩目 记者三好报道